PC版的战神5诸神黄昏给各位分享一下我的初体验 之前PS5版我是预购的首发 这次PC版也是第一时间牛玩 先说价格 PC版的诸神黄昏是398块钱 这个价格和之前PS5战上PC都差不多 对马倒也是398 美墨1重制版和低频线西枝绝境都是414 之前PS5版的战神5好像花了500多 好下面说体验 PC版的战神诸神黄昏给我的第一感觉 那就是很流畅 跑图冲刺打斗什么的很爽快 而且打击感很强 我是接PS5手柄玩的 和PS5上的手感是一样的 也有触觉反馈和自适应扳机 战神5PC版我感觉优化的很好 在我的4080响卡上可以玩原生的4K80帧 开的是超高特效 DRA抗拒尺 没有开超分和真生成 日常跑图能到八九十帧 打斗的时候目前看也能保持在70帧以上 但是有时候过场动画 还有就是那个大传送门偶尔会降到65帧 我怀疑这时候的掉帧是和毒盘有关 战神5PC版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游戏 9月19号才发布它支持很多新技术 比如英伟达的DLSS 3.7 还有AMD的FSR 3.1 还有英特尔的XESS 1.3 使用这些新技术 比如超分和真生成 市面上大部分的响卡应该都有不错的表现 官方说战神5PC版使用GTX1060响卡 可以低特效1080B分辨率的30帧 4K60的超高 需要4070Ti响卡就可以了 我的4080响卡跑80帧 看来还是挺准的 现在各位看到的视频 就是我一边玩一边录制的 如果不录制 帧率会提高5到10帧 战神5PC版它是一个移植游戏 这游戏没提到光追 应该不支持 这游戏需要很大的空间 而且是固态硬盘SSD的 需要190个G 而我这边实际看 它已经占用了175个G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PS5版的战神5 怎么才92个G 差了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这PC版多拿了 游戏语言是支持简体中文的 界面和字幕都支持 语音是英语 不过各位要注意 这游戏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 需要登录PSN 我实际操作也是挺简单的 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复杂 只需要把手机上安装过的 那个PSAPP扫一下就过了 最后一个问题 战神5的PC版和PS5版有什么区别 已经有了PS5版的战神5 有没有必要再买个PC版呢 通过我这两个小时的出体验来看 PS5版和PC版的主要区别就是画面 这游戏在高端PC上 那个画面更清晰 特别是纹理细节 而且玩的时候更流畅 因为它有更高的帧率 后来我又打开PS5玩了一下 在性能模式下也是很流畅的 打击手感也不错 所以区别主要还是这个画面清晰度 具体要不要在PC上再玩一下 要看大家自己的实际需求了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